也许对于很多吃货小伙伴来说 秋葵不一定是初恋 不是我们的青梅猪马 不是我们儿时的记忆 而是后来 在一次一次吃秋葵的时候 越来越喜欢 睡觉沉淀 日久生起 新鲜的秋葵 清洗干净 准备辅料 大蒜排泡后剁成细末 生姜切成细丝 再剁成细末 青红小米纳切成小圈 被少许的葱花 准备一个小碗 碗中加入姜蒜末 葱花 青红小米纳 将热油浇入碗中 激发出香味 淋入少许的生抽 撒上少许的盐 鸡精 味精 白糖 搅拌均匀 起锅 锅中注入适量清水 撒上点芒芜盐 大火烧开 把秋葵倒入锅中 大火汆烫两个三分钟 一般而言 为保证菜品的颜色 汆烫蔬菜类的食材 锅中需要加入少许的油 由于锅中本身有油 所以不用再倒油了 超好的秋葵直接用漏勺捞出 淋上几勺清水 快速降温 超好的秋葵改刀 先摆放整齐后 再去掉头尾 改平刀 从中间一分而二 处理好的秋葵直接摆入盘桌 加上事先备好的调味汁 稍加点缀 美味集成 秋葵是一种不需要太过复杂天在 让你爱上它的植物 无论是冰蒸芥末还是辣植 变化的都只是口味 不变的是秋葵魅力无穷的口感 我是厨子 明天见